哈喽大家好我是莎莎 耶 因为我老公是做生化设计的嘛 所以呢他之前有想过要继续进修 所以就在这个香港建造学院 申请了一个想去继续进修一些其他的技能 但是就是疫情的问题呢一直都没有开放 他也就把这件事情给放下来了 以后再考虑吧 然后最近呢就香港建造学院呢 就发了一封信过来 就他这里呢就有很多的培训班可能是最近要开班了 他说看到最近很多人就是咨询这些课程有很多课程 然后当时疫情问题呢从今年2月份就已经停课了 没有继续开新班等疫情过后或者延迟再继续开班 建造学院呢他总共有23个科目呢让人申请超多的 等一下我附上这一张图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你报读这个学院呢就没有说要收你学费 而且呢还会补贴给你 他说前期的培训每个月呢补贴呢会补10200 然后全期下来的补贴呢就就例如这个混泥土 就是你培训你混泥土 然后你全期下来呢10天 读50天全期下来呢会补贴20,400给你 全期约的金额2万 这里就有分前期的培训是50天 然后呢如果是雇主培训的月薪呢就是可能要6个月 但是呢是有工资的呃他的工资呢是不能低于13,400 就说你前期50天呢就是大概2万块的钱给你 然后后面的6个月呢每个月也有1万多给你 你读完之后呢他还会呃 变得他还会让你逃取一个终极的技工资格 正式成为一个建造业的技术人员 挺好的 天呐我看有一些人也是读这一些 然后后面呢他就自己出去找工作 每一天都有一千多收入他的工资 而且下午5点就下班了 而且还有说中间还有下午茶时间 这个工作会比较辛苦 体力活呢所以工资都要比较高一些才行 因为年轻人的话他未必想做的这些苦力工 那就是在新闻上面看有一个大学生他就选择进了这一行 然后他说他去做办公室的话 顶多是一万二一万三一个月 但是他做这个混泥土之类或者扎钢铁 就是那些钢铁捆绑 然后他就弄那些的话他一个月有3万块 他说辛苦是辛苦但是要供房子 他想着年轻嘛就存多点钱 也是非常需要建造业的这些技术人员 香港这个地方呢不是很大 所以他的楼房呢建了拆拆了建建了拆 还有很多地区呢也没有开发 我觉得男生的话做这一行也是还可以 那就什么都不用怕了 好了这期先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哦 拜拜